在台北举行总奖金1万美元的女网职业赛 今天双打决赛上演台湾内战 最后是由高绍远和李花晨 攜手夺下冠军 至于单打四强赛四号种子李亚轩 直落二扳倒了头号种子詹景伟 明天将要和日本选手争夺后冠 宣传粉紫色球衣的第四种子李亚轩 在这场往鞋杯女网赛的四强战 遭遇到头号种子詹景伟 打起球来一点都不逊色 收盘就把对手压着打 轻松的以6比2抢下第一盘 不过比赛来到第二盘越接近胜利 李亚轩反而有点患得患失 让他一度陷入苦战 还好最后仍然是以6比4拿下第二盘 顺利晋级冠军赛 但他谦虚的表示能够赢球 是因为对方状况比较差 第一盘赢了之后 第二盘就变成想要赢 然后就很急啊 攻击球很多关键攻击球都打不进 还好是今天其实他状况不是那么好 所以才有办法赢 至于另一位台湾十大运国手 许文鑫表现就比较不理想 身穿水蓝色球衣的他 虽然是大会第三种子 不过面对到第八种子的日本好手 却遭到对手压制 而且不止对方打得比较具有侵略性 许文鑫自己也频频发生非收迫性失误 最后他就以两个3比6连丢两盘 遭到淘汰出局 无缘争夺冠军奖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